自驾船舶出海旅游是史下最新兴的旅游方式 而东部地区泳船率是全台最高 却没有游艇及动力小船训练及考照机构 立委刘兆豪特别要求航港局积极研议鼓励业者 进驻台东来设置考照和训练场地 让台东的观光旅游方式可以更加多元 自驾船舶出海旅游是史下新兴的旅游方式 立委刘兆豪也注意到这样的新趋势 要求航港局积极辅导业者来东办理考照等相关业务 我们在我们以东部你们这个统计的东部 大概是以你们都东部应该是台东花莲 有没有包括宜兰 岳基朗你们这个通部这个 对 涌船率这个 对台东花莲 台东花莲嘛 那我们涌船率来讲是我们全台湾本岛最高 但是现在考照对台东人来讲是确实比较麻烦一点 花莲还有一个业者去申请 他们花莲港可以 如果他们是申请的到底有没有在那边考也不一定 他们可能是有这样的需求他们先去申请 你们认可说可以在花莲港来进行考照的相关的业务 但是业者也不一定会在那边举办 那台东的话是 第一个是没有业者这样做相关的申请 那当然这个是对业者来讲他们就是一种 他们是营业的考虑 你来讲本求力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其实要考虑到它的地区的特殊性 我举例来讲 在以前台东如果要考重机 就跟考这个船 这个游艇或这个动力小船一样 你要去屏东 以北 屏东 高雄台南等等去考 为什么 因为他也是委托给驾训班考 驾训班通常他不会在台东来开设这样相关的业务 那我们政府在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 要考虑到它相关的 它的特殊性 那后来经过不断的争取 那终于就是在台东的监理站 在监理站 设了台湾第一个 唯一一个可以自己监理站 自办考重机的这样的业务 局里面 当然你可能没有办法像公路总局说 你自己来办这个业务 那但是你应该 至少要做到一件事情 要去辅导或者是奖励业者来台东办这件事情 那所以 目前在北中南 我们是有驾训班的申请 那对于目前台东 花莲的这个民众来讲是比较不方便 所以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 用奖励的啦 这个是鼓励 我们驾训班在台东花莲这边开课 那另外一个是如果他在北中南开课 如果他的这个受训的学员 有事在台东跟花莲的考生 我们也可以考虑研究啊 我们可以考虑就在集中在台东或是花莲来举办考试 局长我觉得你们现在事办疫情 我刚讲那个重 那个重机那他们也是从事办开始 啊事办成果不错之后 那我记得印象是隔年之后 他们就自己添加了硬体设施啦 刘兆豪强调 航港局应该考量地区的特殊性 希望能比照监理单位到台东办理大型重机考照模式 辅导业者来东办理相关的课程 以满足地方的需求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导